除了在商业应用之外 还有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就是 他的创作力很厉害的 不单可以作歌 讲故事 写故事 写文章 还有根据客户指令 可以编程编码 还有 搞debug都可以 那就是 用不需要programmer debugger 不用了 可以失业 不知道 为其提供更加好的建议 根据有测试反应 check gpt 相比一些代码修正的工具 成功率更加高 那就是没什么要说 微软因为这样就加大了投资 没死错人的 要是吃开老板 现在有新东西 又多些钱 扔下去 用于旗下所有产品将会应用 标击旗下的Microsoft 是OpenAI的投资者之一 也计划再度加码 现在听说 就会加到 加多100亿 顺理成真为 微软旗下所有的产品 都会注入这个新的元素 如果是这样 那就是大卖再炒一次 根据微软未来几周 会将check gpt 的新版本 gpt 4 纳入其手术引擎的兵之内 同时微软也会将check gpt 引入旗下的teams的高级服务 那就是换句话说 你现在 没有这些服务 怎样 给钱 最简单的 你一定会愿意给的 因为为什么呢 方便了很多 怎样方便 我是那间Softwarehouse 本来有20个programmer 有5个做debug 那些商人就开始会这样想 因为最成功 还有 最惨的就是钱便宜 那时候 怎么便宜 去将这些服务重点 加进协助用户创造 更加好的会议典范之后 加入新功能 teams的服务将会加价 今年7月起 2023年7月 会收费每月10元 美金 那也是便宜 是吧 兵加上checkGPT的功能 是否可以撼动霸主Google的霸主地位呢 江湖上就有一花腥风撇雨 霸了很久了 微软早前已经宣布 将其他所有产品 引入checkGPT的功能 涉及数十亿美元 有分析员就这样认为 如果可以加大了这个投资 将所有的产品 放进去 那我们的市场就低估去的佔有率 以前用开的 现在会突然之间 就会再上去的 如果微软是这样做的话 会将首售引擎 不用Google用了兵 是啊 喂 真的不能说笑的 是啊 这个领导地位 将会变成一个杀陆市场的 他举例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EUV 极紫外光的光刻机 当兵引入了checkGPT之后 可以透过输任目标结果多种特性 比如性能强大啊 做晶片啊 激光啊 这些这样的字 你掉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从而知道EUV光刻机的结果 这是Google暂时无能 没办法做到的一样情况啊 当兵有了GDP 走了checkGPT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联城 加免了之后呢 喂 可以一定杀了Google 在手上引擎的一大部分 分野 因为这一样东西 Microsoft做了很久 没有人用它嘛 当微软引入了之后 那就不同世代了 还有啊 百度啊 立刻看着 喂 这个是概念啊 李彦宏呢 直接说我们是非常有机会的 因为为什么呢 checkGDP这个股概念呢 是非常之淡新 A股有多只股呢 炒这个了 就是用这个视角内容为核心的 视角中国 将会引入这个技术 这个百度又说会引入啊 据这个路透社 但是 报道百度计划更改期系统 推出类似 checkGDP的机械人数 消息流出 虽然没有确止的日记 但是百度已经从低位 慢慢上升了 两天间升了17% 这个呢 我一向都看不好的 这个股份 由美国回到香港 270多 一直跌跌跌跌跌到几十元 但是突然之间就是2月1日 直到2月2日 升了17% 这里现在升到百多元啊 说眼 所以是不是有些机 真的有些机 以前我真的看少去的 但是因为很简单 你会不会用百度啊 我真的不会用啊 我一定用Google 但是中国人会用的 内地中国人就会用的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杀络市场 完全不同的啊 如果真的认出到 就是这样啦 多谢大家继续支持 不忌道 点赞订阅 我会继续和大家分析市场上面的科技 股票形势的走向 和他们究竟在想着什么 因为我们趁势啊 趁势啊 就是有智慧不如趁势 我们既有智慧 又趁势啊 OK